0比1落后美国队,球迷开始提前退场 万万没想到中国女足创造奇迹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足与美国女足的比赛 双方在场上打得非常胶着 整个上半场都没有进球 但是下半场的时候,美国队率先拿下一球 中国队在最后的时刻力挽狂澜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开始仅12分钟 中国队获得脚球机会 但是张家运厚点的投球攻门 被对方门将给没收 第34分钟 美国队利用脚球制造威胁 但是在攻门时,球稍稍偏出 第36分钟 中国队将球挑传到紧去 张家运形成单刀 不过对手防守的非常利 中国队错失进球机会 第44分钟 陈翘珠边路丢球 史密斯得球传中 女足两点解围不足 史密斯左脚打门 被中国队门将给扑出 第63分钟 美国队中场直赛 史密斯前场形成单刀 将球带入进去 但面对中国队门将时 不小心将球打到中国队门将的身上 随后不射又被打出 第76分钟 美国队队员在后场气球 相互配合将球给到替补登场的奈斯旺格 奈斯旺格左路内切扣过窦家心后右脚弧线球破 美国队率先拿下一球 第84分钟 第84分钟 姚孟佳进区内被霍姆斯扮倒 裁判判罚点球 豆家心右脚 主罚上脚命中 中国队成功将比分扳平 第90分钟 豆家心回船 汪玲玲停球失误 被美国队的替补队员前插单刀射门得手 最终比赛结束 中国队一分的分差遗憾输掉了这场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